欢迎光临 那我想也应该是他们平常除了老师教导之外 我想他们也一定都有先事先的练习彩排过这样子 刚好藉由今期的机会 然后服务老师回馈给老师 然后我们这次做的是肩颈按摩跟头部抒压 然后每个老师大概一次15分钟 有用精油的部分呢 我们做精油做那个肩颈的按摩 那用五段式的淋巴按摩去做那个头部的抒压 让老师能够放轻手 一年度的教师节即将来到 感谢老师的付出 只用高中美容科的学生 利用课堂所学技能来回馈时恩 而在接受贴心服务的师长 除了大赞学生的手艺之外 在过程中更放下老师的身份 跟学生显化家常 分享生活上的点滴 这可以让老师放手 可以跟老师比较没有距离 我们的学生有三个班级 所以因为不见得说这个时间点 所有学校的老师都会有空谈 那所以三个班级是会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时段 那邀请全校的老师 现在的师生关系已经不如以往 校方也希望借由感恩活动 带给学生尊实重道的传统精神 同时也让他们一展所长来增加自信 也让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更加温暖温馨 至少王胜炫台中则逢到 好